由於我們參選的陣線 PRODEM21是比較多資深的成員 我們都想找一些成員 可以了解到業界中年輕一輩 他們在想甚麼 他們的證件是甚麼 以及可以代表他們的聲音 其實我現在主要的執業範圍 有一大部份都是司法覆核 與我自己跟的師傅都有關係 我自己跟的師傅其中一個就是潘熙 他主要的執業範圍都是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是一個市民 他們當遇到一些政府行政上的不當 或者是行政方面的濫權 他們可以透過訴諸法庭 這個獨立第三方的平台 不受政治干預的一個平台 去公平地處理他和政府之間的糾紛 無論我的客戶是贏還是輸都好 他都可以幫助到政府改善他的施政 香港所有的權力都是來自中央授權的 行政長官的地位確實是超然的 PRODEM 21-21人都是對於上一屆的特首 他對於核心價值對於法治的冷漠 是令到我們心寒的 因為可能大家還記憶猶新就是 那時候出了白皮書就是要法官要愛國 我們法律界其實是不能夠接受這些論調的 可能你都會記得林生強都是因為這件事而下台 我們會期望當有香港的核心價值的法治 受到這些衝擊的時候 我們期望有一位又擔當的特首可以 最少幫到我們發聲 但是大家失望的就是 之後竟然會聽到一些所謂的特首超言論 那些我們大家不想聽到的東西 那當然有些關心我的前輩 他會走來說這樣是比較敏感的 又或者可能會令到別人標籤了你是政治化的 那我有衡量過 我有衡量過利弊 那我最後都是決定 我是想出來參選的 因為我真的想香港有一個可以守護 我們香港人核心價值的特首